其实六岁老人居然在ICU住了整整四年 而且还是上海瑞金医院的ICU 就在四年前老人因为患上脑梗命选一线 在被送入瑞金医院急救后虽然保住了生命 却因为脑梗后的多次手术 让他完全丧失了生活自理能力 他不能说话不能进食 实际已经和植物人无异 为了续命他在瑞金医院的ICU里一住94年 在这四年里虽然范祖祥多次经历生死关头 可他的家属却从未放弃他的生命 只是在这样的环境下 却没有人问过老范 他的内心真的还留恋这个世界吗 我也从来不敢问 我从来梦没有 我朋友也问我 他说你有没有问过你爸 想不想就是 就不要这样这样下去 我说我不问 我说我也不想问 我说最起码 我说能给他最好的证据 我说我 我自己心里 也能够稍微 安慰一点吧 每天一早 就会有专门的护士为老范清理口腔 等清理完毕后 还会有医生对他进行一对一的意识恢复锻炼 而由于住得太久 医院也特意为他的家属每天开放一小时的探望时间 每天妻子都会利用着短短的一小时不停地陪着老范 为他剪指甲掏耳朵 替胡子查实身体 对着他的耳边轻声细语 因为在妻子的心里似乎还期待着有一天能够奇迹出现 老范能够康复起来 面对妻子的无微不止 不能说话的老范只能深情地看着妻子一微笑回应 每天的一小时探望时间 老范似乎都是无比幸福快乐的 只是那剩余的23小时却没人知道老范是怎样被病痛折磨的 今天是老范的76岁生日 妻子利用一小时的探望时间带来了生日蛋糕 她把蛋糕抹在老范的脸上头上为其轻声 随后还和医护人员一起为老范唱生日歌 就这样老范度过了在医院的第四个生日 对于活着的老范来说 生离或是死别 说不上哪一个更痛苦 但是能够有个爱自己的妻子 孝顺的孩子 懂事的孙子